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英特尔公司开发者关系部的郭胜 坐在我右手边的这位是微软DX开发部门的经理 技术专家陆建业先生 坐在我左手边的是蜗牛九阳神工游戏的引擎专家 吕文伟先生 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在这里向大家介绍DX的基本知识以及案例研究 我们都知道DX12作为微软Windows 10操作系统的图形接口 它给游戏开发者带来了传新的机会 那么开发者会关心DX12到底有哪些新的特性 那么怎样来利用这些特性 在开发中我们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非常有幸有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英特尔微软以及我们蜗牛三方一起在这里跟大家进行这样的一个讲座 我们会从DX的这样的一个中间键的层面 以及从英特尔硬件对DX的支持层面 以及从我们开发者对DX使用过程中的一些技巧 那么从这三个角度来跟大家进行交流 我们希望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讲座能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把大家我们的开发者一起带路到DX12的这样一个全新的天地里面 那么首先我们会请我们国语软的专家陆娟业先生 给大家介绍DX的一些基本概念 DX12是Windows 10平台上的最新的图形渲染API 微软公司一直跟广大的硬件厂商以及游戏开发者紧密的商量 试图在新的Windows平台上推出新的能够提供更高性能的图形渲染这样的一个API 而整个DX12就是基于我们跟硬件厂商游戏开发者的各种讨论的结果 而产生的最终的结果 其背后的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如何能够降低在渲染过程中 CPU的这个开销以及能够让最终的游戏玩家能够体会到 多核给他们带来的这个渲染性能上的提高 最后我们也希望说在硬件发展的这个情况下 能够把硬件的最新的特性能够开放给广大的游戏玩家 指的他们能够开发出更加灵活的更加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图形渲染 而DX12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答案 DX12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各种的这种设计的想法在里头 而最基本的几点就是说如何的来降低这个CPU的这个损耗 以及更多的能够让CPU多核之间的这个并行速度 并行的这个情况得到一个改善 为此我们引入了一些基本的新全新的一些基本的概念 把更多的以前交由显示驱动做的事情 现在交由给程序来直接的控制 使得他们能够对这个硬件有直接的控制 能够应用到最新的这个硬件的这个性能 在此基础上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所谓的高阶的特性 使得最优秀的图形玩家能够进一步的来压榨这个硬件的性能 比如我们提到了渲染指令的这个重用 以及对这个多引擎协同工作 以及多显卡协同工作 这些在以前DX以前11以及之前的版本 都是完全做不到的 而现在因为DX12的缘故 游戏的制造者能够直接的来控制这些硬件的这些性质 能够把这些硬件上的提升 能够直接转变成他们游戏渲染性能上的提升 我们很高兴这个DX12的这个API 能够得到整个生态系统的广泛的这个支持 当Windows10发布的时候 三大硬件厂商已经为主流的这个硬件 准备好了驱动的程序 使得游戏的玩家在第一天就能够感受到DX12 对他们性能的带来的一个提升 而且我们也知道最今的结果 表示有超过一半的这个PC游戏家 他们已经有了支持了DX12的显卡 而在不久的将来在年底之前 我们估计这个数据会增加到超过三分之二 也就是说我们的游戏玩家已经准备好了 这个对DX12游戏的这个支持 DX12一直在紧密的和广大的游戏开发者进行合作 来探讨整个DX12的设计以及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 所以我们也很高兴看到广大的游戏开发者 热情的来拥抱这个DX12 九阳神功就是第一款来自中国的这个基于DX12的这个游戏 此外在欧美各大的Fable Legends 3DMark等游戏 也已经确定要发布一个支持DX12的版本 我们会预期有更多的游戏开发者 也会开发新的一个DX12的游戏的版本 同时游戏的引擎像Unity 5 已经宣布了他们对DX12的引擎 广大基于这些引擎开发的游戏厂商 能够直接的快速的领域到DX12 对他们游戏性能的这个直接的提升 我们还有一个DX12的论坛开放给全球 喜欢这个参与到DX12这个开发过程的一个程序员 目前为止已经有数百名分布于全球的这个DX12的程序员 在上面活跃着 每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提问 我们希望用户能够成为一个DX12的专家 能够相互之间的帮助 能够一起的来推进这个DX12的这个技术的发展 以及它在整个社区中的应用 在此我们非常感谢中国各游戏工作室对DX12的支持 我们也会加强对中国游戏制造 制造者的这个支持 包括录制这些视频 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聆听用户的反汇 来优化DX12 紧密的跟各大游戏厂商合作 来推动DX12游戏在中国的发展 现在就请你把你的游戏带到DX12来 接下来我们有请蜗牛的吕文伟先生给我们讲一讲 他在九阳神功中对DX12实际应用的一些感想 我是来自游戏蜗牛的技术专家 我的名字叫吕文伟 刚才建议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DX12的一些基本概念 现在就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近半年来我们在DX12的开发上 取得了一些经验以及一些开发的技巧 我们这个DX12的引擎主要现在服务于 一个叫做九阳神功的跨平台客户端 这是中国首款的3D武侠英雄团战的网游 同时它也具备业界顶级的实时图形渲染效果 当然目前它也是国内唯一一款 支持DX12的一个跨平台的网络游戏 因为这款引擎之前它是基于DX11的 所以说我们的移植都是从DX11开始 那么我们开发周期总共是花费了六个星期 然后投入了两个开发人员在为C3这款引擎 开发一个基于DX12的一个渲染器 所以说这个整个的移植过程还是比较顺利的 这个顺利也得益于微软的技术专家给我们提供的 大量的技术支持以及相应的一些技术交流 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原有的基础上构建一个 与DX11完全兼容的一个DX12的封装类 然后把所有的DX11的接口重新进行一次实现 这样的好处就是为了最大程度的能够保留之前 基于DX11的所有的上市游戏逻辑不至于被触动 而且能够快速的验证DX12对于整个的引擎的性能提升的一个目标 在经过这个DX11的这个移植过程中 我们发现DX11的这些接口需要全部的重新进行替换 否则会出现这个定义上的冲突 DX11移植到DX12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就是在捉扩的提交上 必须把之前设置DX11接口设置到DX12的一些状态进行缓冲 然后我们会把它事先缓冲到一个变量中 然后把它延迟到捉扩的调用地方进行统一的处理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一个HashMap的方式 进行管理这些所有的渲染状态 方便在运行时的时候进行组合语局查询 在每一个资源和状态内部 我们需要给它分配一个全局唯一的序列号 而这个全局唯一的序列号 之前我们可能使用的是一个对象的CPU的地址来保存 但是由于CPU地址在64位的系统上 它占用的这个空间相对比较大 所以说我们为了缩短整个的查询时间以及消耗内存 我们将使用一种叫做序列号的方式来替换CPU的地址 来作为HashMap的生成的依据 这个序列号我们可以分为每个类型都可以让它重新 对它进行技术 然后在它资源进行回收时 这个序列号还能再次被重新利用 然后这个序列号在每一个Hash值中 可能占据一定的位宽 所以说我们必须首先知道这个Hash值的上限是多少 这个需要在我们的整个时间过程中进行一定的测试 才能够得到一个合适的值 然后控制这个位宽以后 它的Hash值的这个整个的内存的大小将会明显的被缩小 DX-11里面的所有的状态设置都是相对来说都是比较分散的 DX-12把这些渲染状态全部合并到了一个叫做PSO的一个对象中 PSO对象包含了DX-11的很多的渲染状态 包括混合 包括光相化 包括深度测试等等 在DX-11中的这个TOP类型 PSO中也有相应的设置 但是DX-11中只需要设置一个图形的一个具体的TOP关系 但是DX-12需要把这个TOP关系转换成点线面的这么一个方式进行设置 接着DX-11中渲染状态 在Shader以及Input Layout RTBR DSV等这种格式可能都是通过不同接口分别设置的 现在我们把这些东西全部放在一个叫PSO的东西对象里面 它们可以统一地进行设置 因为在硬件层面上这些状态这些设置都是互相关联的 它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通过PSO设置渲染状态的好处是减少了桌布之间状态切换的开销 因为PSO的设置它都是全部一起设置的 不是分开不同接口进行设置 所以说它之间的检查包括其他的硬件开销会减到最小 之前在DX-11中光山化状态 光山化状态里有一个叫Session Enable的东西已经被移除了 这里要提醒开发者注意 硬件对于Session的开关是始终开启的 如果你想实现类似于DX-11的把Session Enable把它关闭的话 你需要把Session的分辨率把它调成最大值 这样就可以得到一个类似于关闭的效果 然后为了让PSO产生的实力数目尽可能的少 这样子我们可以在HashiMap查询的时候 能够减少它的查询时间 所以说我们可以根据渲染状态中的一些互相依赖的条件 把一些不需要设置的分量把它设置成一个默认值 这样子的话它的产生的实力数就会大量减少 我这里举个例子 就是深度测试中 在光山化里面有一个深度的偏制和深度的剪裁的一个功能 如果说你在深度测试的环节你把它关闭的话 那两个对应的两个值都是可以把它设成一个默认值的 接着我们再看一下这个Renit Target View 跟这个Depstantial View 这两个状态其实是跟PSO是紧密相关的 因为刚才我已经提到PSO里面需要知道这两个的一个格式 所以说我们也可以把这两个的设置安排在PSO的阶段进行完成 PSO如果说你在运营时进行创建将会带来极大的开销 因为它需要驱动上进行一次统一的编译 这时候你的游戏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卡登 所以说我们可以事先通过这个GetCatchBlogger的这个接口 能够获得PSO的一个内部的一个数据 然后我们把这个数据直接保存在文件中 等到下次运行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 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PSO的在创建时候所消耗的时间 现在我们再谈谈这个资源绑定 资源绑定是DX12跟DX11 我觉得是区别最大的一个东西 因为它给了开发者一个非常灵活的施展空间 让它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资源绑定 在这个资源绑定中 我们都是通过一种表方式进行驱动的 现在我们有三种绑定的方式 分别是这个root 这个表 descript table 还有一种是root descript 还有一种是那个直接的这个内联的这个concent buffer 一般情况下内联的concent buffer我们都很少使用 因为它大量的消耗了这个root signature的这个空间 root signature在这个DX12中它是有限制的 一般情况下它的最大的这个尺寸是六四四个这个Double Word 所以说每一个这个参数的设置都会消耗一定的这个root signature的这个空间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把它尽量合理的去使用 这里还要再提一点是就是描述子堆 只能同时每一种类型的描述子堆 同时只能设置一个到这个command list中 如果说你需要在你需要多个这个描述子堆在command list 你必须进行切换 我们来谈一下这个sampler的管理 sampler是在DX11中已经存在的一个概念 但是DX12中你可以采用更加灵活的方式进行管理 一般一个sampler堆里面最多只能存放2048个这个sampler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会把16个sampler编成一组进行设置 所以说整个一帧中最多能够出现128种sampler的组合 当我们要对sampler堆进行更新时 我们可以采取一种再线加离线的一种方式进行更新 首先我们把我们需要更新的sampler的描述信息 更新在这个离线的这个sampler堆里面 这个描述子堆里描述子堆 所谓的这个离线的描述子堆指的就是这种CPU可见的描述子堆 它是在List里面的一个Copy接口把它拷贝到在线的描述子堆中 使用为了进一步的减少这个描述子 进入减少这个sampler组合的数量 我们可以采取对这个shader的这个引用的sampler的数量进行查询 然后知道它总共使用多少个sampler 然后可以缩短它的这个sampler产生的这个组合的实力数 接下来是shaderResourceView的管理 shaderResourceView跟sampler一样 它都需要放在堆中进行管理 但是view堆可以存放比sampler更多的这个描述子 它最多能存放100万个这个描述子 所以说它的管理应该比sampler更加灵活更加方便 ConsertBuffer管理其实也是可以使用这种堆的方式进行管理 但是由于ConsertBuffer的地址经常发生变化 因为它属于动态的数据 所以说我们建议可以使用LootDescript方式进行绑定 LootDescriptBuffer的方式就是可以直接把ConsertBuffer的GPU地址 直接设置到CommandList中 这样的话就不需要我们进行动态的组合 当然如果说你使用的是静态的ConsertBuffer 我们也可以使用DescriptTable的方式进行管理 但是需要把相应的Slot固定下来 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更加灵活地去使用它 接下来我们谈一下这个资源把病 或者是要谈一下我们的这个资源的生命周期的管理 首先我们讨论的是静态的Resource 在D3D11中 Resource分有Emoto和Default这两种资源类型 它跟D3D12是有区别的 D3D12的初始化 这两种资源初始化模式的方式是一样的 都是通过Upload的堆 然后产生了中间Buff 然后初始化以后再上等到Default的堆中 所以说这两种方式它其实在D3D12中的实现流程是一模一样的 当然你上传完毕以后需要释放这些不再使用的中间Buff 这些中间Buff的释放需要等待Command List执行完毕 如果说你在Command List的执行未完之时去释放它 那么就会导致系统的崩溃 在D3D11中这种情况是不出现的 因为D3D11的run time内部会帮你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 所以在每一次这个资源被设置到Command List之前 我们需要给它设置一个帧号 这个帧号的用处是当你需要释放资源时 可以用来判断这个资源是不是可以立刻删除 因为Command List在提交时候我们会创建多个Command List 那这么多Command List如果说你的帧号跟当前的Command List的帧号 如果相差大于它的总数的话就可以立刻删除 否则必须把它缓送起来 在每次针结束时检测当前Command List完成时才把它删除 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动态的resource我们可以通过逐针或者跨针的方式进行快速的处用 在D3D11中动态的resource的Map 我们不需要去关心这个Map是否被处用了还是正在被使用中 但是D3D12它不提供这种内部的内建的机制进行动态buff的管理 所以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动态buff管理的机制 来保证每针的资源能够正确的被引用以及重用 D3D11中动态的文理更新是可以直接通过Map的方式去更新的 但是D3D12是不能通过这种方式去更新的 因为Map的时候动态的文理是不能够被Map的 只能通过一个动态的buff去拷贝到静态的文理中才能够实现数据更新 在每一个资源状态切换的时候我们需要设置一个resource barrier 进行防止它这个状态在使用之前的这个是否是被GPU所用在其他的方面 所以说需要对它的状态进行检查以及设置对应的这个barrier 每一个barrier都可以单独设置也可以批量设置 当然批量设置会极大减少系统的开销 这里我简单做一个总结就是D3D12是它给开发者一个开放的内存管理模型 以及有一个非常灵活的这个资源绑定模式 这个资源绑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贷款的一个需求 以及它提供了一个强大且比较低开销的这个命令提交管线 让并行逻辑的设计变得更加的定制化 接下来就是多GPU的引用 让应用程序拥有更多的这个计算资源可供调度 最后重新实现这个接口能够充分的释放D3D12的潜能 好 谢谢